大家好,我是雪梨,今天咱们来看由杰尔世纪说所写的《镇上书番外》38 想当初,燕池乌和凤九一起掉落反应谷 东华来讲学时,他还数次充当凤九的爱情导师,给他分析,给他出谋划策 现在呢,凤九和东华这般甜蜜,而自己依然截然一身 想到这里,燕池乌忍不住地丧气起来 刚刚在节节外视如破竹的样子完全消失不见 他有些奄奄地站起身 凤九,冰块脸,我先回魔族了 小燕,你没事吧 凤九不解,小燕刚刚还挺精神的样子 怎么突然就这般萎靡不振了 燕池乌冲他白白手往塘里外走去 小燕,等等我 节律匆忙地和东华凤九打了声招呼,便追了出去 帝君,小燕这是怎么了 凤九本打算和小燕好好聊聊 毕竟之前魔族一比后就再也没见过面 说实话,那天小燕的样子着实挺让人担心的 他估计是破竭就太累了吧 早点回去休息也好 东华淡淡地说道 嗯 凤九顶顶头,两个时辰的确够折腾的 小白,我们四处走走吧 两个大灯泡离开后 东华的心情格外地好 好呀 凤九刚睡饱 这回正是精神器最足的时候 另一边,节律追上了燕植物 小燕,你别走这么快啊 燕植物不说话 你怎么突然就这副样子了 刚刚破结界那会儿 不还是一副老子什么都不怕的样子吗 节律最看不得燕植物这般模样 就是突然觉得自己挺失败 枉蛋一个魔君的名头 结界破不了 长老们看不过 还有 燕植物说到这儿 突然又顿了顿 最后留下一个无奈的笑容 小燕,我可不许你这么说 如果不是你 鸟落怎么能乖乖进入星光阶界 魔族又如何能保存 你看我 在王兄他们流鼓对抗鸟落的时候 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岂不是更枉单 比翼鸟族女军这个称号 节律劝说燕植物的时候 眼里含着星星点点的泪光 看到节律这样 燕植物有些着急了 节律,我不是这个意思 即便这样 我还是要作为比翼鸟族的女军活下去 因为这是我活在这个世上最大的责任 也是整个比翼鸟族对我的期望 我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 可是小燕 你比我好多了 在魔族生死存亡的时候 你切切实实地努力了 而且还成功了 你不应该像现在这般质疑自己 你应该更有信心 魔族在你的带领下 定会变得更好 节律字字句句,情深意气 节律 燕植物的心一下子明亮起来 自己刚刚的那般忧愁的确太不应该了 节律平复了一下情绪 看着燕植物的眼睛说 小燕 我知道你从来都不是这般会多愁善感之人 你为人简单直接又讲义气 可让你像刚刚这般试魂落魄的 也就只有那个人 可是感情的事和这世间所有的事一样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错的人无法变成对的 你再放不下 这一切都不会改变 与其总放不下错的人 不如试着放开自己的心 去看看这世上其他的人 去给自己机会 去遇见对的人 而且我很肯定 像你这般好的人 定会像凤九和帝君这般 遇到一份眼中只有彼此的美好良缘 这是节律第一次敞开心扉 和燕植物说这么多 小燕在她心中是分量极重的朋友 比翼鸟王族训骨之后 节律明白 她这一生都不会有想要的自由了 因为她是整个王族的希望 更是整个比翼鸟族的希望 她的一生 定要为比翼鸟族的振兴而存在 而且比翼鸟族兽而有终 不过短短千余年寿命 而燕植物则有数十万年的漫长岁月 她无法获得的自由和幸福 她希望燕植物可以获得 或许在她获得幸福的那天 自己也会幸福吧 像燕植物这般的粗人 哪怕遍体鳞伤都不会喊一声疼 此刻却被节律真知的话 和掩饰说动了 眼眸里竟然闪烁着泪光 节律说得对 错的终究是错的 这么多年来 自己不是一次又一次地验证了这句话吗 继续放不下 也实在太不像她小燕魔君的做事风范了 燕植物把手搭在节律肩上 你说得对 我一个大男人 不该这副模样 还有你 别总是把自己逼得喘不过气 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魔族找我 我听你到底 节律看得出来 燕植物此刻的开心和潇洒 是法子真心的 他原本就不是一个能藏得住心事的人 那你也别回什么魔族了 我们回青秋吧 小月灵还没见着呢 节律拉着她往青秋的方向走 带动画和凤九回到青秋 天色已暗 一些不剩酒力的神仙一陆续离开 小月灵被凤九的娘亲带回狐狸洞休息 狐狸白纸夫妇也不见踪影 独留白衣一人在周岁宴现场招呼 娘亲 你要睡着了吗 凤九轻声地问 刚睡着一会儿 这外头怕是要喝通宵了 有你爹爹在 你和帝君也尽早去休息吧 凤九的娘亲温柔地说道 嗯 说这样回魔族的燕池屋 被节律开倒后心情大好 回到青秋开怀畅饮 这会儿正趴在桌子上起不来 一向喝酒很克制的节律 今晚也喝了不少 每个人心头营绕之事 借着酒精 似乎就能抛之脑后 可是酒醒后 却是更顺的无奈和纠缠 凤九和东华看着这一片酒气缭绕 不少都已经不顾形象地躺在了地上 漫漫仙徒 凡间的黄泉贵胄 耗尽一生都想得到了无尽岁月 此刻看来却不是那般的逍遥随心 请求这般璀璨的星空 这般热闹的周岁燕 又在无形中刺痛了多少人寂寥的心 在数万年 甚至数十万年中寻找一个出口 寻找一个可以让这漫长岁月不无聊的人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奢望 毕竟很多醉酒的时候可以放开的事 一旦清醒了 却又万万做不得 各位仙家彼此之间 又恢复了往日的客套和疏离 仿佛昨日的酒态并未发生 纷纷趁着天微亮匆匆赶了回去 所以最终一醉到天亮的 也就只有燕池物和节律了 酒量更胜一筹的燕池物先醒过来 他拍了拍一旁的节律 起了 起了 天亮了 节律拨开他的手 往另一侧翻了个身 一大早的青秋空荡荡的 燕池物起身伸了个懒腰 虽然头还是很晕 但是心里倒是很畅快 节律 起来了 别在这睡了 燕池物看不过去 只针一把把节律拉了起来 天都亮了 你要这般样子 被你的子民还有青秋的人看到 燕池物想把他喊醒 这句话果然有效 只要提到比翼鸟族 节律马上就清醒了 即便头还是昏昏沉沉的 他与节律让自己站稳 节律努力睁开眼睛 天都亮了 怎么就剩我们两个了 其他人呢 小燕做了一个不知道的手势 我也得回去了 那些个老头子一整天看不到我 估计得闹翻天了 说完他又看了一眼节律 你还能回去吗 节律摆摆手表示没问题 小燕看他那站稳都吃力的样子 索性一把把他扛起来 算了 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凤九和滚滚要留在青秋上足学的事 白衣夫妇倒是很意外 一世凤九居然能自己主动想到刻意之事 真是这三万多年来头一遭 所以白衣刚听到凤九这么说时 都没能管理好自己亚裔的表情 再来滚滚在九重天上 已经上了这么久的学堂 这次重新换到青秋 他又有些担心自己的外孙不适应 但不管怎么说 他们能尝住青秋 白衣的内心还是很欢喜的 既然弟君都没意见 他还有什么好阻拦的 当然是当一回开明的爹地和外公了 东华倒也没有要求周穗燕后 马上就开始上学 还是给了凤九三天的缓冲时间 这三天凤九心神不宁的 回狐狸洞东找找西找找 忙活了好久 终于从一个角落里 翻出一堆看不清名字的书籍 上面都铺上了满满的一层灰 凤九把它们搬到狐狸洞外 在阳光下把书籍上的灰都抖了抖 东华这下终于能看清 这些书籍的鲁山真面目了 原来是凤九之前上族学的课本 还有一些皱皱巴巴 疑似笔记的本子 帝君 我好久没上课了 两天得把这些重新翻翻 凤九特别认真的 把自己两本看着还挺厚的笔记 找了出来 我还是很认真的 你看 夫子讲的重点 我都记下来了 东华一脸想笑 又笑不出的表情 你不信 凤九直接在东华面前 把笔记打开 结果上面都是一些 颇有想象力的乱图乱画 天马行空到 凤九自己看了半天 都没看明白是什么 当然在翻了十几页之后 总算找到一页干净平整的 上面还算是清秀的字句 凤九刚要嘚瑟 结果定睛一看 上面满满一页写着的 都是东华帝君 凤九立马把笔记盒上 耳朵发烫 这本不算 这本不算 说着还一脸无辜的望着东华 东华的领上笑页更深 这本 这本才是笔记 刚刚就是个草稿本 不做书 凤九又在东华面前 打开了另一本笔记 果然这本比刚刚那本靠谱多了 打开第一页 就是满满的一页字 东华帝君喜欢什么样的女仙 东华帝君为何弃了魔族 而择了神族 怎么样才可以见到东华帝君 凤九零看了十几行的字 突然想起来了 这本是他搜集的 所有关于东华帝君的消息 简直是他的仰慕攻略 他立刻把笔记合起来 这是我上古史的笔记 不过我上古史修得极好 就不必再看了 说着就要把笔记收起来 东华速度极快 一眨眼的功夫 这本所谓的上古史笔记 就落到了他的手里 他慢慢地打开 一行一行认真地看着 边看还要边问凤九 你们上古史什么时候开始教 我喜欢什么样的女仙 这种问题了 凤九被问得脸颊通红 想要把笔记抢过来 无奈身高烈士在那 怎么都够不着 帝君应该是喜欢清纯的女仙 因为他选择在太成功密室 天族的神女们都是那般腼腆轻了 那像我们清秋女子这一般的 他是不是就不喜欢了 东华把凤九写在笔记上的话 慢悠悠地念了出来 帝君 你别念了 凤九感觉自己脸红得快不能呼吸 不管了 他直接一把抱过去 把东华的双臂锁住 然后闭上眼睛 直接吻住东华的嘴 终于 这个世界安静了下来 在这个吻结束前 凤九司机把笔记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 他刚要离开东华的怀抱 下一秒又被东华重新吻住 刚刚冷却一些的脸又重新滚烫起来 在回竹楼的路上 凤九一直找机会要把这两本笔记混尸灭尽 结果这一路上 东华一直无比深情地望着他 他实在招架不住啊 帝君 我看这两本笔记也没什么用 就别放在这些书里碍眼了 直接扔了就好 凤九尽量让自己说的平静又不刻意 不刻 东华把笔记抢过来 用手趴在封面上小心翼翼地擦了又擦 这得好好留着 都是夫人对我的爱啊 说完又露出一个特别迷人的笑容 凤九完全沉迷在这个笑容里了 不管了不管了 谁让你长得帅又笑得好看呢 你说的都是对的 自从爱上凤九之后 东华对凤九的一切都充满着好奇 尤其是他们未曾相遇的那些岁月 甚至想知道凤九刚出生时的样子 现在这两本笔记至少能告诉他 在凤九以前上族学的时候 他在想什么 又想了解他什么 这一集就在这里结束了 还想看的赶紧点赞与评论下 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铃铛 天天有堂客 我是雪梨 拜拜 不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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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失败 不失败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